Hello,广州市区的低空飞行航线即将开通了 说是要从广州的市中心飞去广州南站白云机场 广州塔海心沙起降枢纽要搞定了,要开通了 说可载两个人自动驾驶飞行汽车 从天德广场垂直起飞 通过自动驾驶模式经过猎人坊 花城广场,海心沙,星光大道等地标 三分钟后才飞三分钟,就是个体验 然后呢,自动驾驶飞行汽车 稳稳的将会在海心沙亚运公园停下来 反正大致看看吧 本来想拨一个的 还挺麻烦要跳转 低空飞行要以广州塔为核心覆盖广州11个行政区 形成一加十起降点 首期规划了这个一加十 然后广州塔海心沙是起降枢纽 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达到起降条件 就是图中这个样子 画一个A式的直升机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么飞起来 现场展示了 是广州塔去海心沙去列德广场的旅游飞行航线 顺利完成 还展示了穿越机 花飞自动机场及无人机巡检等 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地面上的我看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做两个人 然后要利用公园绿地停车场建筑屋面等现有建筑场地 构建起城市空中交通网络 然后要力争就是把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垂直起降点建立一个 然后呢 不久的将来这些航空器公司的企业和运营单位的飞行汽车 都可以在广州塔海心沙起降枢纽点起飞 降落 未来会形成航班表 就像现在的飞机场一样 打飞机通勤不是梦 可能还会开通广州塔到海心沙到广州南站白云机场等空中通勤路线 那我就看上去飞到天上就好像个小的无人机呀 小鹏的飞行汽车也完成了这个展示 它今年三月的时候在广州的CBD飞行 然后拓展了城市的低空飞行场景 也是广州即将开通的首条市区低空飞行航线 它是跨江飞的当时 它是广州塔海心沙跨江飞行 就这么飞过去 在河上飞过去 然后呢 全球唯一能装下飞机的汽车 也在广州开发区黄浦区亮相了 就是小鹏的分体式飞行汽车 陆地航母 实车亮相广州公开试飞 然后就是长得有点像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卡车似的 长得有棱有脚方不腾腾的 然后呢 一展开 变成一飞机了 然后呢 小鹏他的制造和销售中心在广州的开发区 今年11月 在全球四大航展的珠海航展 将进行首次载人飞行 并参加11月的广州国际车展 计划于今年年底启动预售 飞行汽车来了 基本就这个意思吧 这个 就是 采用极简的 零力的赛博机甲设计 整车长5.5米 宽2米 高2米 可停入标准的停车位 可以驶入地库 而且他只要 驾驶罩的C罩 即可陆地驾驶 不需要去考一个什么飞行驾照 就是 汽车的 汽车小汽车的那个普通的C本 C本就是 我们平时开私家车 小汽车的那个小客车 陆地银行航空飞为陆地体和飞行体 陆地体是三轴六轮设计 全轮趋向和后轮转向 可以装下飞机的汽车后备舱 依然能提供车内有四个大的座位的乘坐空间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像皮卡一样的玩意儿 只不过它后面那个不是个厂盆的 而是一个纯粹的车厢 车厢里头装着一个折叠的小飞机 哦 还没折叠是吗 反正就是一个飞直升机的机舱 然后它的飞行体 是个六轴六桨双寒道的玩意儿 是采用了碳纤维材料 270度全景坐舱 可以开阔视野的飞行 应该蛮需要勇气的 现场活动还展示了 这个飞行体的实飞过程 就是现场它有飞这玩意儿 但是不让游客自己飞 就是起飞了以后垂直起飞 欢呼飞行一周 然后又降落 然后平时露营之外呢 可以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体验低空飞行 在空中看风景 就是类似于现在大家不是去一些景点 都会拿无人机飞上去看风景吗 以后就可以不是光一无人机上去了 你可人也可以上去这样子可以直接看风景 这个这个这个续航1000公里 满油满电可以实现6次飞行 不知道多少钱呢终点是 而且学习难度比较低 零基础的话 五分钟上手 三分钟就成了 三小时就成了高手 五分钟上手 看来很简单的 五分钟上手 三小时成高手 这个和我当时预言的是差不多的 我就说到到时候就跟电梯一样 不需要什么司机 你就其实就是到最后可能是我那样 他现在是个初级版本 我我说的就点对点点 想去哪就写哪 然后就去哪 就跟你那个坐电梯一样 你想去6楼你就按6楼 你想去12楼就按12楼 你想去22楼你就按22楼 你想去48楼就去48楼 你就按哪就好了 也不需要一个人 专门帮你按电梯按钮 然后也不需要有一个人 在电梯里的给你做操作员 使你安心觉得这电梯靠苦 摔不死人 然后这个飞行器 还支持手动和自动两种驾驶模式 说是传统的飞机 就是操作起来可麻烦了 学起来特别麻烦 但是呢 这个飞机呢 是单杆操作系统 单手即可控制 不用像传统飞机 双手双脚那么复杂 然后用户可以比较简单的就飞 说是5分钟就能上手 好了 拜拜